在不被看好的狀況之下 我們從例行賽第五 然後先淘汰了衛冕隊 然後再來去挑戰育龍隊 又是例行賽第一 那我覺得很多的挑戰給我們 那這些挑戰我們都一一克服 所以才有辦法走到現在 的確就是最不想碰到啦 因為畢竟他們太了解我的東西 我也非常了解這些球員 因為有一半以上是我帶過的 然後他們提示現在有些的系統上面 還是沿用以前我們的打法 所以就變成說現在 富邦的打法跟普遍的打法有點類似 當然我不可否認麥班達的Bang 他也有把他自己的東西加進去 有一些變化 可是畢竟大家如果從市場的例行賽看起來 就是我們勝負差距都在四分以內 然後都會打到最後一分一秒 所以我覺得的確不好打 可是我們還是要接受這個挑戰 林書瑋他在肌肉賽挑了出來 那當然文成的復出 那小胖其實大家或許在 在球隊上面沒有看到他有什麼表現 可是實際上他在關鍵的時候 上去區域的完結球隊 或整個球隊也幫了很多的嘛 那當然不要忘記中線啊 或者是大肌的防守 然後過微的外線 我覺得每一個人如果在試試的時候 跳出來 在不同的場次跳出來 幫助行球的話 就我會希望每一個人都是 back to the team 球隊也知道說 季度賽輸了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就開始願意溝通改變 跟僕人就是很熟悉嘛 然後大家彼此都很了解嘛 然後對戰的話 就是看誰犯的錯誤比較少 然後誰的反應比較快 應變能力比較好這樣子 最主要是要怎麼去維持 然後怎麼去讓團隊發揮 會比對方好嘛 因為我們兩隊就是打團隊籃球 只是說讓大家五個家起來 是不是能贏對方這樣子 最主要是不要去卻場 因為就好好享受比賽 因為可能人稱 可能沒有其次冠軍賽嘛 然後最主要是盡量去拚 然後不要有任何的後悔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每個球員 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怎麼樣不讓他們的特色 能夠連結起來 因為畢竟服務員以前 我們要求的就是團隊 那現在步伴我也是要求的是團隊 那其實兩個球隊可怕的地方就是 你只要讓他五個五個點 能夠連線起來 那這個團隊會變得非常可怕 所以我們如果切斷 補員的就是點跟點之間的連線 就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事情